各位师父还有在场的各位师兄师姐 献上共修的所有一切莲友 阿弥陀佛 前几天有一位老菩萨回到寺里 他是师父在凤山的时候 就已经皈依的老菩萨 所以他年纪蛮大的 那可能就是近期他的身体的病变 然后他就眼睛看不到了 那看不到 我想加上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呢他就会心情很不好 然后呢开始想到 可能就是什么什么原因 所以才会导致我现在这样子 所以心里面呢就是充满了抱怨 万坦 然后就觉得大家都对他不好 那他的子女非常的孝顺 很希望说这个老人家 能够因为亲近三宝 改变他的心境 因为他非常的敬重师父 也非常的听师父的话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来求助 说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位老人家 那我们就说好啊 那就带他回寺里面 我们来尽所能的来劝导他 那因为他也有一些感应 就是说他身体不舒服 但是师父半夜还是说他专心在念佛的时候 师父都有去安护他 去摸一摸他 看一看他 所以他觉得师父还是在 他还是可以跟师父沟通 但是有一些障碍 他就是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心里面的那种怨 还有心里面那种不满 一直都没有办法排除 那到了以后呢 我们就也请他说 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当然他就是会抱怨 然后讲一讲呢 我就跟他讲说 那师父有交代耶 说你现在都要好好地念佛 那老菩萨你都怎么念佛呢 有没有念佛 他就说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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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你这样子念 是不是真的每一句 都是从我们的心里这样子出来 然后耳朵听进去 听到自己念佛的声音呢 他就有点愣住了 他就觉得念佛就是这样子念啊 还要怎么念呢 那因为他现在眼睛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老菩萨那你现在念佛的时候呢 要一个字一个字都念得很清楚哦 而且念了以后呢 你要开始以前对阿弥陀佛的印象 印象要出来哦 不然你现在外面的事情都 东西都看不见了 那我们以前曾经留在心里的印象 活像一定还留着嘛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还记得阿弥陀佛怎么样吗 他就从阿弥陀佛脚踏着莲花 然后手势是怎么样 然后还捧着莲花这样子 他就大致的形容这样子 我说对 那现在开始哦 你念阿弥陀佛 活像有没有出现 我就要加深他的印象 然后他就又讲一遍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遗漏 我说没关系 一遍的部分我来跟你再加强 然后一连念了几遍以后 阿弥陀佛念了以后 活像就出现了 我说你是用你的心在看活像哦 现在不是用眼睛看哦 这个过程呢 就像小朋友在开始学习这样子 所以他也心里很愉快 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我们还是会念到观世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那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长得什么样子啊 他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你可以辨认观世音菩萨 那他就一一讲了 但是老人家的注意力 没有办法那么的集中 所以我还是一遍一遍的 跟他补充 跟他加强 到后来他觉得说 我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就显现在我的心目中了 我说很好 那这样子你以后你不必贪快 你就是念一句火号 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 那个影像都要献在你的心里面 这才算是完成你的功课 那到后来呢 他就讲到说 但是我现在身体不好 我常常要躺下来 躺下来的时候 心里面念火 嘴巴不出声嘛 那可能这位老菩萨还不习惯 说他躺下来的时候 念火是怎么样 那我说好 那你现在 现在是坐着 没关系 那你心里面 念火 嘴巴不出声 这样子你可以念吗 他就说 可以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听到你 心里面的声音 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 心里面就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不出声 各位可以吗 可以 好 那很好 那我就跟他讲说 躺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嘴巴闭上 但是都要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 一个字一个字 清清楚楚的 如果没有这样子 然后他还要加上 心里面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的眼睛 要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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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世音菩萨的相 这样才算数 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他就觉得非常的愉快 然后 我还没有去问问 这位老菩萨 他回家以后 是不是有照样子在做 因为他的子女陪同过来 身体的状态 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 可能 还是有很多干扰的事 我就说 两个孩子 那你们 以后呢 一定要提醒妈妈 记得念佛 观想佛像 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那他们也都一一的承诺 那我现在是 过一段时间呢 我觉得我会主动的 去关心老菩萨 是不是把 这个功课做好 接待这位老菩萨以后呢 我就想到 我现在年纪也不像小 那也许将来什么变故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眼睛看不到 外面的东西了 我自己能不能像跟老菩萨讲的 当我念一句国号 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 圣号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圣像 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能不能清清楚楚的 就显现在我的心目当中 这个就是 这一次接待这位老菩萨 我感触到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 我也要做这个功课 好 那 我在跟有一位法师 在分享说 我接待老菩萨的过程呢 那这位法师 他就提醒我 他说真正的活 他并没有固定的形象 比如说你看 我们西方三圣上座的 下座的都是西方三圣 甚至在楼下的 也是西方三圣 那我不知道 各位心目中 当你念一声活好的时候 显现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是什么 所以每个人应该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心意 觉得 我就是很喜欢这一尊活像 然后念了 活像的形象就显现出来了 那这样子 我想我们都会很安心 好 那也觉得说 非常的踏实 那他就提醒我说 既然活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形象的 各位应该也听过 台大的前校长李四成博士 他有用一些人 他是用手指去辨认字的活动 也测验出了有一些成果出来 但是呢 他后来 比较所谓神圣的字眼 像佛 菩萨 甚至是阿门 甚至是哈利路亚 这样子 那个他看不到固定的形象 只是看到一片的亮光 那位法师他提醒我的事 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真正 一活念活的时候 其实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执着说 阿弥陀佛就应该长什么样子的 当我们真心的在一活念活 也就是当下 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的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维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 我应该把持着什么样的念头 这些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且就是清净 慈悲 平等 秉持着这样子的信念 在异活念活的时候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 当然这个就是 属于比较高阶的那种体悟 我们就是 当下 就是要学习活菩萨 他们怎么想 怎么做 怎么样去 对待众生 对待自己 那 以我现在的层次呢 我还是要 有一尊 让我觉得安心的佛像 我要好好的 把它记在我的心目中 当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佛像 就是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展现在我的心目中 所以说 为什么有的人 念佛他有感应 也有很多人在说 那我们在想到说 我要观想的时候 到底应该要怎么观想 那有的人呢 他就是说 看到事物 或者说 明白那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 功德堂上 要请活菩萨 要请众生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过去是 到底做了什么 到底有什么 对不起人家 有什么要修改 要跟人家道歉的 那当然就比较容易观想 那如果观想不出来呢 至少 每一个字 我们都清清楚的 清清楚楚的 从我的心里面 让自己 明明白白 也显现的 明明白白的 我想 众生 活菩萨 一定可以感应得到 所以那个 当下 我们心念 有没有跑掉 就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念活的时候 是不是真心意义的 在念活 还是说 我记得师父 以前在开示的时候 他就说 有的人 他就在电视机前面 里面在演歌仔戏 还是什么戏剧 念珠就这样子播 这样子播 还是说 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他还是一面掐着念珠 这样子 那到底是在专心讲话 还是在专心念活 还是专心在看戏剧呢 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好像每一样 都没办法做好 所以我现在有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 当我在跟谁讲话的时候 我一定专心一意的 跟对方交谈 我会看着对方的眼睛 然后从肢体语言 从他讲出来的话 去捕捉 去了解说 他现在在跟我讲什么 那我觉得说 这样子 反而是非常的简单 就看到重点 尤其是他有怀恼的时候 因为我很安静 我很专注地在跟他讲话 所以我就很快地看到 问题在什么地方 然后答案也就在那边了 所以会非常的轻松 不用一直在那边解说 还是说争论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 那对方他讲到我 尤其就是说他对我的看法 我的心意 还是什么事情 他有误解 那我们听到一半的时候 哇 赶快 我要跟他解说 不是这样 而是怎么样 那这个过程呢 就很容易互相 然后在那边抢话题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好 让对方把他要讲的话 完全讲完 我们完全地专注听 等到他告语段落了 我们再来做一个说明 也许这样子 彼此心都能够静下来 然后会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沟通会很顺畅 然后问题也很容易解决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念佛 要得到佛菩萨的感应 真的就是要很专注 而且不要就是说 一心己用 我记得我刚刚 回到生团的时候 因为是从职场转变过来 那那一阵子呢 就会觉得说 怎么这个步调很慢 步调很慢 是不是应该要更有效力一些 那各位 回到寺里面 那我们有时候 像今天在念佛的时候 绕佛 那节奏就比较慢 坐下来的时候 就是有嘴顶念 对不对 有节奏有快有慢 那我们如果很专注地 去跟随 月仲师父的领导的时候 你不会有自己的成见 觉得说 为什么不快一点呢 为什么不慢一点 那这样子心就跑掉了 所以这一阵子的 我就想到说 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情 把自己的心看好 所谓看好 就是心念不要跑掉 不要有一个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就 心就随着境界在转了 然后跟自己原来的经验 做一个 这一个 等于是判断 批判 有这样子的念头进去的话呢 我们很容易 对于事情 不会判断得很清楚 其实虽然说我已经注意了 不过还是难免会有出差错的时候 所以我也常常在跟自己说 哇 又破功了 破功了 好 重新再来过 反正碰到什么事 发现说自己的心念跑掉 我们就赶快把自己的心念抓回来 这个就是看好自己的心 其实修行没有所谓的高深艰难 或者是说很容易的 你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的心念照顾好 不要偏离了 不要随夜流转 不要随着境界 一直去连结 心跑掉了 这个就是看好自己的心 那念活其实最容易 去发觉说我的心念有没有跑掉 各位可能修行念活 也都有很长的经验了 那如果各位可以保持 一段时间都没有杂念的时候 那就真的要恭喜大家 而且真的有进入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一定是身心都很愉悦 不过我也要提醒各位 我也曾经进入到有一片时间 没有杂念 然后后面就跟着一个 我刚刚都没有杂念 就破功了 那各位 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可以彼此交换心得 也许各位有更好的 更让自己提升的经验 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一起提出来 一起探讨 好 祝福各位 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精进 大家都滑喜充满 好 请大家站起来 好 谢谢大家